住在那个林森林里面 住于林中 然后就派这个使者通知当时的几孤独长者 就是这位西达多长者 就将他报告说 严满丧主 现在还在正在林中 希望见长者 那么这个几孤独长者就问这个使者说 严满现在带了多少的人 带了多少的财物来 因为他了解这个严满丧主 很出名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使者就跟他报告 就只有我当使者 什么都没有带 那么几孤独长者 他这样一思维 哎呀 这个严满是一个有大福德的人 那么我不能看清他 不能说他只有一个人来 就对他怠慢 所以就派向马仆虫 引请他入城 请他到他的家来 请到这个家中 我们现在就是说 好像 像实物上一回 我们到印度去 一去了以后 有些地方的这个物质上的 比如说切这个食物 没有热水 各方面的 所以他就请他到他这个家中 就以这个说香汤 就是说热水 还有一点肥皂什么的 可以让你洗澡就对了 以这个香水浴身 舍珠饮食招待 然后长者就问他 商主啊 你何故来避地 你姐姐 这种大财团的这种 大企业家 你为什么来我们这个地方 严满就回答他说 长者 我想要在如来的严满教法中 出家受戒而为避丘 就是说我想要在四尊 佛陀的这个座下 出家受戒 也等于是说因为了解说 你己孤独长者 你跟四尊的关系 因为他当时己孤独长者 是佛陀的大夫妇 那么这个长者一听 马上就我们讲说 何掌恭敬 就赞叹 佛法身出现世间 已是盛其稀有 那么今天仁则你 圆满商主 你原是多饶财宝 富可抵国的人 你要花心出家为生 更是稀有难得 那我一定安排 带你去向四尊报告 去拜见佛陀 那么当时呢 四尊呢 就跟我们讲 常随众 1250人聚 正在那边说话 那么看见了这个己孤独长者 带着圆满商主来 就告诉所有的毕丘说 己孤独长者带着无价宝 来奉献于我 以佛法中啊 度众生宝 无过此也 就是说 这一个圆满 他本身已经累积了 很大的福德 那么长者 跟这个圆满呢 就顶礼了四尊以后呢 就顶伯佛陀说 这位就是圆满商主 他很希望能够说 在如来的教法中出家 得受禁言 曾必求信 那么违宴四尊令其出家 受益协处 这是古时候的这种 也是一个情法的规矩 等于就是说 己孤独长者 来替他介绍 说这个时候 这个是圆满商主 那么他的希望 当时四尊就默息 同时呢 就告诉圆满 跟他讲 善来必求 如因修行犯恨 就是说 古时候四尊这样一讲 活力的加持 不可思议 圆满 即使 西法自若 不必用 我给他剃道 做体验 好像说 刚刚才剃毒这样 那么加沙自然就着身 不必说再去准备 直辞瓦 威于祭祖 犹如百岁的必求无意 接着呢 四尊呢 而说颂业 说四尊命善来 法若依波济 诸根弦极定 随念欲皆成 那么佛陀呢 就是为这个圆满必求 他现在已经 虚法自若了 为你们必求说法 以后呢 就问他说 圆满 我已为你 列说法要 你现在想要到 什么地方去 精进修持呢 在古时候 古时候的修行人 这因缘时节一到 因为过去的这个善根 废根 一展现 那四尊只要一讲一句 善来必求 有的很快就正若寒 等于是说 四尊当时的这个开示 四尊命善来 就是跟你讲 你有这个心要出家 好 很好 很好 善哉 善哉 好 那么你这个 法若一波记 你就自然的 那西法就自己 就落下来了 那这个一波 就记住了 那么诸根弦极定 我们都了解 我们的六根呢 言耳鼻舌生意 我们为什么没有极定 因为我们建了这个六尘 色身相畏触 根层相意 四身其中 我们容易 无我佐我 有我就有我所 有我所 起心动念 造了业 那么有业因 就有果报 所以在我们是这样子 在轮回不息 但四尊这个开示很有力量 诸根弦极定 就是让你照见本来明明 那么你这时候 你的心 我们的心如果回到 如如不动的本体的时候 六根门头 六事 事实上我们在应用 他就不是说 我们随着这个 事行在流传 因为那个唯事的实性 他到最后也是元臣的实性 也是我们本来亲近的本性 所以他说 诸根弦极定 诸根弦极定的时候 水念一绝成 你起的洗心动念 都不是妄念 那是真心的担用 所以四尊以这个 这样跟着开始 然后这当然就是讲说 元满 我已为你列说法要 你现在想要到什么地方 去精进修行 那么元满 他就跟他 回报 四尊 我想要到 苏纳波罗德且国去精修 佛陀就告诉他 那一国的人民 都是心性很暴恶 都很粗暴 而且彼此之间 都常常称慧 恶骂斗争 那你到那个环境去精修 如果有人向你恶骂 甚至以称慧 凶暴的方式 来对待你 或是在大庭广众当中 来侮辱你 诽谤你 这时候 你要怎么办 那么元满 就禀告佛陀说 四尊 我若遇到蛀骂 乃至诽谤死 我会想说 他们还是很善良 为什么 他们不以藏目 或是瓦斯 或是前脚来打我 意思说 他们只骂我还不错 没有打我 那么佛陀就又问了 那么元满 如果他们以牧师等 要打你 你怎么办 元满又回报说 世尊 那一国的人民 若是以这个牧师 或是手脚来打我的话 我还是会这样想 他们还是很善良 毕竟没有用刀剑来害我 那么佛陀又在问了 佛那里的人心非常恶毒 这个凶暴得很 那么若是以这个刀剑 牧师要来伤害你 你怎么办 那么元满又报告 他说 世尊 我会这么想 那些人还是很善良 虽然他们是以刀剑前脚来 伤害我 但是 最低起码 他们没有说 要把我杀死 这个时候佛陀就告诉他 那么如果他们要把你杀死呢 那么元满就回答 世尊啊 他们若断我命的时候 我应该这样想 有佛陀的弟子 声闻弟子 尚且愿恶这个暴身 受种种苦恼 心怀惨慈 因为有很多修不静观的 修白骨观的 他到最后呢 对这个自己的射身 感觉很讨厌 就像我们中国古兽的老子讲的 无有大范 因我有身 有这个身体很麻烦 所以说 很多的地区啊 都心怀惨慈 甚至什么 用刀 或是毒 就是用这个毒的东西 有毒的东西 各种方便 而自断命 古兽在世尊那时候 叫他们修不静观的时候 就这四念处的时候 有的就自杀了 甚至有的请人家杀他 就是说 有佛声闻弟子 尚且厌恶 这暴身所受的种种苦恼 心怀惨慈 用刀毒及种种 方便而自断命 那么有这种现象 有的都想要自杀 那么那一国的人民 若能断我的命 因称得上是 哎呀 非常的善良啊 为什么 能够使我早一点 离开这个污秽的 这个身体 帮我进入灭 那我就不致劳苦了 意思有这个壳子 很麻烦 有这个身壁有死 但是本体 就是不生不灭 所以说 他们如果真的杀害我的时候 等于是在帮助我 早日解脱啊 进入不生不灭 那我就不必说 还想办法说 是不是像他们有的 还用刀子 还用毒啊 我们像这样 自己了断 所以说 那我就不致劳苦了 那么佛陀这时候就 哎 很赞叹 善哉 善哉啊 严满啊 如今乃能成就 欲乐柔和忍顺 得住彼国 应当往彼 如当度苦 欲应度他 你可以度自己的苦 也可以度他 如当素得泄脱 欲应泄脱于人 你自己可以得到解脱 也可以把解脱的经验 等于行菩萨道 帮助别人解脱 如当得安稳 欲应安稳于人 当得涅槃 应令他得涅槃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经验 等于就是说 又发大福地心 又行菩萨道 那么圆满必修呢 听了佛陀的说法以后 非常欢喜 那么就礼佛就去了 就出发 那么到了这个 苏纳波罗茄国的时候 刚刚要进门的时候 就碰到一个泪丝 在那个国家 他是很有分量的 比如说古时候讲 就是说他是个武林高手 这个泪丝就是手执弓箭 然后出城去打泪 他打泪 你刚好要进门 那是泪丝一看 看到圆满必修 要入城起石 古时候就是 要起石 所以他心里想 正要去打泪 出门就碰到这个 秃头的沙门 因为出家人是剃光头 有些不同的宗教会认为 说真是不祥 真是不吉祥 能够温求到败 有够衰 对不对 那今天可能就是 可能会空空的就对 在古时候这种有武术的人 有的就是很过分 所以他立刻拉弓 把他弓箭 就对准这个圆满必修 先射你这个再讲 那么我们这个圆满 他见了这个箭状 看到他摆这个姿态 他很大方 把衣服就解开 那现出这个腹部 然后告诉他说 贤善啊 你如果要射的话 请你瞄准这边 就是说 好像现在你要用枪打 我请你打准一点 我站近一点让你打 就是这样 然后他就 说这个唱这个诵 古时候的这个 都是以这个唱诵 来证明说 你的内心的世界 他就这样唱 飞鸟在空 露出灵 就是鸟在天上 露是在森林 为求饮食 被罗降 就是为了要吃东西 才会被打累 才会被抓 诸有斗战 直刀剑 共襄 战发 把质灭亡 就是都是会奄奄想保 那么恶鬼 饥渴苦所逼 求食 铁丸 及羊铜 恶鬼是 就是 被这个饥渴 逼的都是 你看吞的是 那个热铁的丸子 那个铜 这样关进去 说 我从 九眼 有此父 为喜轮回 受诸苦 无量劫 就是因为贪吃 就是有这个肚子 所以受到轮回这么多的苦 你要射就射这里 等于就是说 你就像师尊问他的时候 如果人家杀你怎么办 他说 等于是帮我解脱 所以这个类似 还是有善根 一听 哎呀 这个出家人 修习这个忍辱的 这个破罗蜜 已经成就了 我怎么可以伤害他 马上就对他产生了 恭敬心跟信心 那么当时呢 我们这个 圆满必修呢 就为他说法 并叫他 归于三宝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神 叫他受持无戒 那这以后呢 因为这个人 有影响力 我们现在讲 就是大影响重 就另有五百 善男子 来归于 受戒为幽伯舍 五百女人来 归于为幽伯舍 那么就在那个城中呢 就照立金色 然后 他们对他世事供养 无所不治 那么圆满必修呢 在那一年 就在当地 就结下安基 而且就在这一次 结下安基的三个月里面呢 就我们来讲 就是说 断出烦恼 镇得阿罗汉岛 成就三明六通 祭八卸托 那么四患诸天 都来恭敬供养 连这个 四体凡音 大患天王 天上千都会来供养 那么这时候呢 圆满已经出家了 在这个国家 已经镇得了 这个阿罗汉岛 但是他的在家的 另外两个哥哥 二哥跟三哥 把那些财务 用光了以后 就去找那个大哥 又说 哎呀 我们应该要住在一起 我们应该住在一起 那么这个大哥呢 就记得说 圆满当时讲的话 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两个 所获得的财务啊 都是不干净的 而且你们两个啊 也都是说 他非复无度 所以你现在穷了 你来找我 等于是当初 还是被你赶出来 空空的出来 所以他说 我所有的财产 都是如华其得 所以我不跟你们住在一起 那么这个 同当跟千丹 这个两个弟弟 就跟这个大哥讲 你的财富 都是那个 杯子 所生的儿子 严满 他去 出海 他经营 经商所赚来的 是你的福报 他都交给你的 也不是你自己赚的 那你现在 你赚了 得到了他的一些财产 你来 羞辱我们 意思说 那你自己 有没有办法 自己去赚钱 你就记忆他这个大哥 那么这个大哥 我们小小孩说 不敢放线 听了又实在是很感慨 那么说 我就做生意给你看 我会出海 那么就 召集商人 共乘大船 入海 要去财宝 但是不料 暴风突然产生 遇到暴风 这船被吹到一个小岛上去 但是他们上了小岛以后 发现那个山上 都是牛头沾潭 那个牛头沾潭 刚刚已经讲过 富可帝国的 很贵很贵的 大家想说 这好 赶快砍了一些 到时候可以带回去 但是这个 我们在讲说 有一个叫做 喜乐 做喜的夜叉 这个药叉 他是看见这些商人 在那边 砍这些展坛 就跑去报告 这个药叉里面 一种叫做大自在药叉 这个大药叉 得到这个消息 就很生气 就放 我们讲这个 吹这个暴风 大门风 他本身也来到这个岛上 那么这个船长 一发现 糟糕了 就告诉他们说 糟糕了 糟糕了 从前有人说过 黑风 像那个 观世音菩萨 普门平商人讲的 黑风 比如吹落 罗刹鬼谷 就像这样 现在这个风 就是黑风 这些商人 听了以后 就烦恼了 因为古时候的人 有的好像我们 现在人也有 有的拜这个神 有的拜那个神 所以就各自求他们的神 比如说信上帝的求上帝 信真主的求真主 信天主的求天主 信马祖的求马祖 信关公的求关公 信三太子的求三太子 都是各求各的 所以就讲说 哎呀 自在水风神 地势天仙等 龙王要差众 阿修罗等神 我今招此恶 为焉彼诸尊 救我此为恶 赶快救我 但是呢 结果呢 哎 他们很诚心 但是就没有 所谓的神来救他们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圆满的这个大哥 这个牧当啊 他静静地坐在那边 他也没有在求天神 他坐在那边 那么这些商人就问他说 我们现在碰到 这么危险的时候 这个恶难 这个苦僵逼切 怎么你却静静坐在一旁 好像跟你都没有关系 那么这牧当就讲 哎呀 我的弟弟啊 曾经对我讲 就入大海的事业 想到海内 到海外去 去寻宝啊 是很 劳苦很危险的 都是因为想贪念 我们都有贪念 想要大发财 所以说 入海的人多呢 平安回来的人很少 以前就叫我 千万不要入海 所以我不听 自己弟弟的欠告啊 入一大海 现在遭遇这个危险 那我还能做什么 那么这些商人就问他说 那你弟弟是什么 那牧当就跟这样 我弟弟就是 以前的那个圆满山主 就是现在出家的 那个圆满碧丘 那么这些商人一听 哦 那圆满现在是个圣者啊 圆满圣者是有大福德的人啊 我们应当要归于他 那么这些商人就一心啊 合掌童念啊 那么圣者圆满 那么圣者圆满 那这时候天上有一位天女 他是对这个 这个圆满呢 非常的尊敬 他听到了 就去告诉这个圆满 说圣者 你的大哥啊 现在 在那个岛上啊 大叶奥叉也在那边啊 他们正受很大的苦恼啊 你应该去看看 那么圆满啊 听了以后变身意念啊 我们讲啊 这个罗汉啊 就是入定 入定 去看看我哥哥在哪里 所以他入定 就前往他大哥的船上去 那么那些罗刹鬼国的这个黑风呢 就退了 黑风就退了 那么当时的这个 这个大自在这个要叉啊 这等于是一个大鬼王啊 他就心里想奇怪 过去所有的船 如果被我这个黑风一吹啊 那么就是说是会破坏沉默 现在这黑风为什么会退回呢 好像前面有西弥山一样 好像以现在讲 现在科技一变讲 好像前面有什么防护罩这样挡住 就没办法损坏 那要叉也是有神通 他就用神通就观察 一看 那有人来 哎呀 这个圆满圣者 坐在那个船上面的那个 我们讲过 也跟类似那个辽望台 坐在上面 结家福坐 大要叉啊 就告诉他说 哎呀 圣者 意思说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挠乱我啊 好像说 你怎么来多管闲事 这边是我的管期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圆满尊者就回答他 我怎么会来挠你呢 他如果不是我曾经修过很多的功德 今天我这个大哥这一传人 一定都被你害死 哦 那这个大自在要叉了解说 哦原来他不是管闲事啊 哎 这些人跟他还是有因缘的 但这个大自在要叉就跟他讲啊 圣者啊 这个牛头沾坛林啊 我这个岛上的这一个 这些宝贵的木头啊 是唯一尾金轮圣王守护 哦 金轮王耶 哦 我们有那个金轮王 铜轮王 铁轮王 哦 金轮圣王守护的 那么这时候这个圆满呢 就问他说 那么 哎 贤善 你想想看 活头 哎 跟轮王 是谁比较尊贵 要查一听 那当然是活头尊贵啦 那么请问他说 那么圣者 那么四尊现在是不是已经出世了 那圆满尊者啊 就告诉他 四尊现在确实已经出世 哎 就在社会国起诉起孤独言 啊 他现在正在转法轮 那么这个要查一听 啊 如果是这样 那么多带一些 那你尽量带 啊 再去供养啊 佛头 哦 那么这些商人本来想说 死定了 结果命又捡到 哦 啊 那么很欢喜的 满载而归了 啊 那么回到了这个苏波 啊 乐家城以后呢 圆满了 啊 他就对他的大哥讲 大哥啊 这些杂宝物啊 就送给其他的商人 哦 那我们应该用这个牛头沾痰 为佛头 建 沾痰金蛇 哦 用沾痰 哦 这个 这个木来 建金蛇 来供养 啊 那么要为佛头 啊 建金蛇 那么那些生意人 但命多捡到 也很欢喜啊 啊 但就随喜啊 一人分一点东西就回去 那么这个啊 圆满的这些兄弟啊 他的大哥啊 二哥三哥啊 本来已经都弄得很不愉快 但是为了这一次啊 大家又和好了 那么这个大哥 这个木丹啊 就享受奉勤如来 啊 就是世尊啊 跟生团 就跟他的弟子们前来 接受供养 那么就问弟弟 说哎呀 圆满圣哲啊 那如来世尊 现在在哪里 啊 圆满就跟他讲 啊 如来在社会国 啊 斯罗法城 在哪里 那么这个木丹啊 就是圆满的哥哥 就到王宫里面 去觐见国王 那禀告皇帝 讲说 大王 我们想要请佛陀和 僧众来受供养 希望呢 大王啊 辞引 并帮助我营伴 这个是一种 善巧方便 要尊重皇帝 那么当皇帝听 好 那么你们尽力就好 本王就帮助你来办公 那么是 事实啊 就在那个时候 后来这个沾潭金色 就落成了 啊 这个圆满尊者呢 就登上这个高楼 我们讲说 双漆着地 遥望奇数及孤独岩 烧香散花 啊 并以这个金瓶水洒进 啊 我们说 遥身齐寝 额说颂言 境界妙智慧 能知归命者 善见无依附 愿受我为情 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要供养 佛陀 供养生团 供养三宝 那么圆满 他说了这些祭语后呢 他所烧的香呢 啊 就经由佛陀的神力的加持啊 那在西空中呢 就好像那个银层一样 一层一层的 重叠 那所散的花呢 也学成一个 啊 一个 翻盖一样 啊 那就直接就往那个 起数 及孤独岩的西空上面去 就停在 世尊的头上 在佛陀的顶上 那撒出去的 那个金瓶 撒出去的水呢 金活力的加持呢 就好像那个 那个清净的 那个流离的那种 那种棒子 一样的透明的这样 那么当时呢 这个阿难尊者 啊 目睹这个吉祥的瑞相 他马上就合展攻进 宾波佛陀 世尊啊 这个瑞相 必定是要共佛吉神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那佛陀就告诉阿难 这是从百余礼 远处的 苏波乐加成来 就离这边一百多年 那你去向必修们说 明天 明日 若能去苏波乐加成 受圆满必修请的 就要拿着筹 古时候就是 好像一支一支 手签一样 就要拿着筹 那么阿难呢 他就变持着这个筹 那佛陀自己就先拿一根 那诸位长老必修 也都拿一根 那当时有一位 也是名叫 他叫做盆尘严满 也是有 他的法号也是有严满 叫盆尘严满 就是脸盆跟枕头 盆尘严满的这个长老 也在当中 他还要去拿 但他正要抽这个筹的时候 阿难尊者就对他说 祭壽 就说长老 你应该知道 现在要请我们的不是 薩罗署 不是皇帝 也不是西达多家 或是路母夫人 都不是 是离这里有一百多里路远的 苏波勒家城 那要得神通的人才能前往 不然你明天怎么到 现在离那边一百多里路 古时候 也不是像现在有飞机 或是有车子 所以就跟他讲说 要得神通的人才能前往 你应该安静的留在这里 那么这时候 这个盆尘严满长老 他是有大智慧 可是他没有神通 他听起来不能受 这样不能受请去应供 有点可惜 所以他心里就这样想 我虽然是以断除诸烦恼 却因没有神通而被侵侍 所以他就花了一个心 花心精进 马上就获得神通 那么这时候阿难 只走到第三个地方而已 第三个长老的地方去 准备 那个有神通的长老 他准备把这个抽给他 但是他还没有 那个长老的手还没伸出来 这个盆尘严满 变以神通力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这个手就伸到七楼上去 就穿过去的 就把那个仇就拿了 意思是他已经有神通 同时就说颂严 说不以颜貌获神通 亦非多闻即词变 但有即尽戒费力 身虽老病亦能证 这一季对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修行人 是一个鼓励 而不是以这个颜貌的 装不装严来获神通 也不是靠说听了很多 或是多闻 或是很会善变 亦非多闻即词变 但有极尽戒费力 就是他本身持戒心境 极尽的戒费力 所以身虽老病亦能证 所以你别看我是老了 让你叫到而已 我一个人就证了这个神通 所以当时世尊就告诉所有的必修说 这位盆尘严满 是我必修身闻重中最殊胜的 能以神通受仇 在行仇中就正六通 像现在开始在建 一人压棘签 本来他就无神通 不可以拿 你这个签还没花完 他就已经把他的签拿走了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就正神通 然后佛陀又对阿难尊者 跟必修们讲 叫阿难尊者跟大家讲 世尊只是 所有的善事应当复长 所有的恶事应当发入 而且现在苏波勒加城中 都是充斥着外道 外道是要看到你的外相庄严 或是威门 或是有神通 所以世尊为了方便 就跟他们讲说 所以你们要前往城内 统统要现神通 所以神通是看什么时候用 但是不能乱用 那么共和的时间快要到的时候 那么苏波勒加城的国王 下令所有的人民扫除脏乱 以沾潭香水撒地 在所有的这种 岩寺的这种庙香 各种的藩盖 来布置的都很庄严 要来奉请世尊 那个城有十八个门 这个国王与这个大臣们 就守在主城门 迎候世尊 十七个王子 分配在各个们 当时的这个已经 正阿罗汉国的圆满尊者 还有他的哥哥 穆当 同当 千当 他们也陪着皇帝 在那边奉迎世尊 那么佛陀在这时候 就为了表示 让他们知道佛陀的分量 平常佛陀是不计较的 那那一次 佛陀就先拆遣五寿士必求 应用神通力降 那国王看见五个人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 就问这个圆满 说圣者 这个是佛世尊吗 那么圆满尊者就跟他讲 跟皇帝讲 大王 他们是五寿士人 先来这里检验灾供的事 就是今天要供佛法身 要供养三宝 所以他们这五个是先派来的 分别是叫做知菜式 他们的知识就是说了解菜怎么样 知气式 知识式 知净水式 跟知熟识式等 他说世尊还没有来 就先献种种无量神通 他说实际上 所有的长老必屈也还没有来 那这只是前面的五个这样 那么皇帝又问他 哎呀 圣者也满 世尊为什么还没有来 那么圆满就回答说 大王啊 世尊先前检验的人来 他本人随后就到 那话刚刚讲完呢 就有一位居士 站在那边 看见天上 看见佛陀跟毕丘们 从西空中光明 所以他当时就以这个祭赞 赞叹 赞叹什么 这个祭是这样写的 狮子俯相吉隆牛 以诸宝物言其作 或有宝藏及宝山 宝树妙策皆杂舍 或有成云在空里 放大光彩为庄严 以神通力处夕空 欢喜而来此诚意 然后比较不可思议的就是说 或有从地而涌出 就是从地底下冒出来 或有从空而入地 从天空然后进到地里面 或涌空中莫然坐 有时候就静静坐在空中 观尺神变不思议 那么这时候呢 佛陀就用种种神通变化 放金色大光明 同时呢大地六种震动 那么国王以及他所有的民众呢 看见了这些稀有的瑞相 都心生喜悦 同时都归佛归法归生 就归三宝 那么佛陀为数千 就是他身边的这个长随仲 1250人 这些必修们呢 一起接受了供养以后呢 国王和他的这些王公大臣 秦臣17个王子 以及呢 因为圆满既然已经正了国 就可以成为祭寿圆满 就以祭寿圆满 跟他的仪骑 长兄木耳当 这个第二个哥哥叫做 同耳当 第三个哥哥就是千耳当 因为他们的耳朵 就是用那些 做成那个装饰的 都很恭敬的围绕着佛陀 佛陀在 世尊在大众的围绕当中呢 就前往这个沾坛殿 因为他们供养他这个沾坛 做的这个金色 同时呢 世尊把这个沾坛变为水晶 好像我们这一看 有些都是木头的 很香的木头 结果都变成像水晶的透明 那么一时就是内外明测 那大众们呢 都可以看清如来 佛陀为诸大众 运机所法 当时呢 就参与那个法会的 无量众生呢 都花无上的 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就是花无上菩提心 那么这个法会那天就这样 世尊带着身团 应供了以后 那么有一天 世尊的弟子们 这些毕丘 就去请问佛陀 他说世尊 这个圆满毕丘呢 他过去世 是中了什么样的福音呢 所以这个出家不久 就责得了我们 责得阿罗汉 责得阿罗汉道 他又曾经造作什么样的业员呢 怎么会 他是生在一个贵族的家 但是偏偏又是 从悲逆的腹中来出生 希望世尊为我等 来释疑 那么佛陀呢 当时就告诉 朱毕丘说 圆满毕丘呢 自积其业 自获其果 作业成熟 即售其业报 无人能代售 就是所谓 贾令百千节 所作业不枉 因缘会议时 果报还之收 那么世尊就说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 这个公案 就是 在过去 往昔 人寿二万岁时的时候 迦瑟佛出世 那时候呢 他民行圆满 十号记住 住在波罗奈国 当时呢 那个圆满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圆满毕丘 在迦瑟如来的佛法中出家 他记者 经历论三藏教典 他为毕丘们建教事业 就是说当纠察师 就是看看你 大家做的作息 有没有标准这样 以前就是当纠察主任 或风济鼓掌之类的 他有一次 当他视察到一个 已经证得阿罗汉道的出家人的住处 因为古时候 出家人是 生团是这样 但是他每人一个小地方 每人一个小地方 好像每人一个疗房这样 那么他一看 那个地方不干净 就是外面 很脏 所以他就指示说 你必须把这里打扫干净 那么那个 那个毕丘呢 也就依照指示 他也是撒扫有扫 但是呢 因为那天风很大 扫过以后呢 这个风吹沉沸 就是又是一些树叶 又是一些灰尘 又弄得又脏了 那么使得刚刚扫干净的地方 又被污染了 那么这个阿罗汉 这个毕丘他想 他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没有风味 又再来 呵呵扫结 那结果呢 他当时的这个严满 这个那时候也是个山藏法师 他回头又看见说 遍地的这个承购 这么脏 他就以为那位毕丘呢 懈怠 没有听他的话不少 而且是不是看不起我 就花了忿怒心 就只骂了一句恶口 恶口骂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此地 你不撒扫干净 你是什么那种 悲逆生的儿子 古时候用人家 骂人家什么悲逆 小悲 那是很看不起人家的话 他就以这样的 当时这个阿罗汉毕丘 他证果 他知道说 哎呀你现在正在生气 所以他就没有跟他 哀嘴 等到他好像说 你这个气也消了 晚一点以后 他就去拜访他 那么这个阿罗汉毕丘呢 跟这个圆满三藏 就是问他 恭敬的请问他说 哎法师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那当时这个圆满就回答说 我怎么不知道你是谁 你现在是我们 你在加色佛的教法中出家为必修吗 我也是出家必修 但是这个阿罗汉毕丘跟他讲 虽然你我同是出家人 但是出家的业我已做 我得到托福 可是你还对付 你口业不散 应该赶快忏悔 使罪障消灭 意思是说 我做些什么我知道 好像我们阿罗汉是 所作接伴 不受后友 但是你 你虽然懂得不少 但是意思是说 你光是你这个口业 你刚刚的那个意义 你起了称恨心 这个不好 要赶快忏悔 哦 那么这个圆满三藏 一听 哎呀 非常进步 他很诚心赶快求哀忏悔 哎呀糟糕 怎么骂到一个圣生 因为没有写在脸上 其实刚刚我是生气 误会人家什么不少 还骂人家是什么 悲你生的儿子 辈子 那么自信求哀忏悔 那本来他造了这个口业 应该要剁地义 受种种忌苦 那么在受地义罪报以后 再生还要转为这个 悲你所生的小孩 但是因为他自信的忏悔了以后 灭除了第一业 第一报没有受 但是呢 出生为 哎 这个悲你儿子的这种 业报呢 却无法悔除 所以他受了五百事 五百事都是 他的妈妈都是当人家的悲你 他是从那样子生出来的 所以这一次是他最后生的悲胎所生 但是由于他过去是 曾经出家 精通三藏 出家为三藏法师 所以有这个福报呢 生在豪贵的家 生在这个大藏者的家 然后并在我的教法中出家 而且正得阿罗汉胜国 世尊就把这个过去生的这一段因缘 就借这个机会 跟毕丘们开始 然后最后佛陀再次告诉大家 告诉朱毕丘说 纯黑业者得纯黑报 纯白业者得纯白报 黑白业者得黑白业报 他说四顾毕丘 纯黑杂业者应当设立 纯白业者应当勤修 那么世尊呢 说完这一些话以后呢 毕丘们呢 都欢喜 信受奉险 那么这个故事呢 它是 在我们这个古老经典叫做 事件在这个 根本说一切有部 皮奈也要事里面的 见恶见事里面呢 有这个记载 记载这么一段 说这个严满后来承道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发现 噢 这个生口意的三叶 不得不注意 不得不注意 你看 只为了一句话 讲说 噢 你 你是什么什么什么 那糟糕了 对不对 那糟糕了 虽然是说可能 不注意 但是修行人 这个部分我们 特别要注意 而且我们各位 各位同修 我们自己都要注意 因为有时候 大家很用功的时候 这个 心念的力量会比较大 心量会比较大的时候 有时候一个不好的念头 一起来 有时候那个 那缓弹的那个 爆的力量也蛮大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今天呢 大家都很有幸 很有幸是说 我们现在还能够 听经文化 虽然说世尊 看起来两千多年前的事先 已经不在了 但是呢 这一回 我们还有一点福报 世尊流传下来的 三藏十二部还在 那佛法生三宝 佛法都是比较抽象 生宝还常住 所以大家还是要彼此共联 与其师父 上一回 我们去印度 所看到的那些 忧悲苦恼 我们这边的福报是很大 同时 前两天才 接到他们寄来的相片 有两张相片 还蛮殊胜 我们一位老修行的 六十几岁 也是有很大的福德因缘 他出家了 结果在福上 我们旁边有个小床 帮我们照了个相片 哦 那个看起来真的是 那个时候 你这个心啊 已经离开着一个 五着二世 那个相片看起来 常常保持那样的话 等于是就在极乐世界 像在长期旷途 我们可以看 反正所有相机是希望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但是三心同样是一心 所以说我们在 我们自己慢慢 福迪道上 大家要逛前进的当中 大家就是说 彼此共勉 经常心存慈悲 心怀感恩 尤其我们经常 自己感觉惭愧 有些自己的缺点 都没注意到 比如说 有时候大家同修 如果注意 彼此稍微指点一下 那都是功德无量 很感恩大家今天 我们说听也满 会见 不愿意 都没想到 我们ブad ahí 对 我们 都没想到 我们 久不见 我们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